明朝民间故事 男子就黑猫一命 洞房时遭黑猫阻止 母亲说 他帮了你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宣得年间 应天府上原县有个叫乔承栋的人 为人善良正直 乐于助人 身边的人若是有个难处 他一准会伸手帮一把 大家伙儿都说 这点随他父亲呢 乔承栋的父亲乔伟正是个木匠 做的一手好活 经常帮邻居家里修修补补 分文不取 他很喜欢承栋 出外做事 总喜欢把儿子带在身边 那时的承栋虽然年幼 却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 父亲在做事 他不吵闹 只是在一边静静地瞧着 父子俩的感情很好 可是好景不长 在承栋五岁时 乔伟正突然生了一场疾病 走了 母亲崔氏觉得 自己无力独自将承栋抚养大 一年后 经邻居袁婶介绍 改嫁给了一个叫袁明的人 袁明是袁婶的远房侄子 为人老实 家里并不富裕 自身无一技之长 仅是靠祖上留下来的五六亩田地过活 他的妻子是在生二胎时难产而亡 膝下同样也是有一子 名叫袁大龙 袁大龙比承栋年长一岁 却没个做哥哥的样 处处压着承栋 家里难得吃回肉 他也总是把盘子拖到自己面前 不让承栋家一块 见他这么做 袁明从不出言阻止 他心痛儿子早早地没了亲娘 可怜得很 又恐崔氏这个后母会虐待自己的亲儿 所以他需要摆出个样子给崔氏母子看 自己是很看重这个儿子的 慢慢地见崔氏带江龙如亲子般 成栋也处处忍让着兄长 他的戒心才放下 在成栋九岁时 有次过大年三十 袁大龙又把一盘子肉拖到自己面前 那日袁明正好心情高兴 假模假样地说了句 给弟弟吃一点 袁大龙吃得满嘴流油 用手护着盘子满不在乎地说 不给 这是我家花钱买的 他家又没有钱 凭什么给他吃 崔氏听到这话 心里非常难受 起初答应袁婶 嫁到这个家来 就是以为袁明仁老实 不会为难成动 他一心想 只要能把儿子拉扯大 那就比什么都强 不成想嫁过来后 饭是有口吃 就是儿子的日子过得屈辱了 成动没把袁大龙的话放在心上 用手指着桌上的一盘红烧豆腐 笑道 这豆腐的味道 跟肉一样好吃呢 盘子里的豆腐切得方方正正的 主食放了些酱油 红红的 看上去很诱人 袁大龙嘲笑他道 豆腐就是豆腐 怎么可能和肉的味道相比呢 你这个没吃过肉的家伙 崔氏听了心如刀脚般难受 提前下桌 回屋里暗自垂泪 袁明觉得他是小题大做 进房后指责他 大过年的 你摆脸给谁看 一个长辈 竟跟孩子计较事情 崔氏用手巾擦了擦眼镜 成动随我来到你家后 可曾在饭桌上吃到过一块肉 袁明很不高兴 你这么说 我可要跟你算算账了 你们娘俩进我家两年 少过你们一口饭吃吗 你和成动的衣裳钱 也是我出的 崔氏冷笑一声 两年总共才得了你一件新衣裳的不前 你真好意思说出口 再说 我们娘俩从没白吃你家的饭 家里的事 还有田里的活 以及在外头接针线活赚取家用 我哪样做少了 成动小小年纪就上山捡柴河 跟人学捕猎 卖野物得来的钱 他哪次没有交给你 袁明无话可说 确实如此 袁家其实只有袁大龙一人在家闲着无事可干 他卖了几次猎物 那么点钱还总值得你记在心上 多弄一句话后 袁明摔门而出 崔氏越想越觉得 这日子过得没啥意思 后悔的就差用头撞墙了 改嫁后 以前住的屋子被乔伟政的叔伯兄弟收走了 现在若是自己带着成动离开袁家 那可就无家可归了 袁明就是抓住了这点 才敢肆无忌惮地欺负自己母子二人 这时 乔成动悄悄地进了屋 娘 这屋里这么暗 您为何不点灯 崔氏赶紧把泪水擦干 哦 我 我睡着了 这就来点 牛灯虽昏暗 但崔氏那双微微肿起来的眼睛 还是向成动表明 母亲之前在哭 他走上前 拉起母亲的手 说 娘 您肯定是不高兴哥哥吃肉 我没得吃吧 可您怎么不想想 每回跟郑伯出去抓猎物 他不是烤鱼 就是烤野兔给我吃 这些东西 哥哥也没得吃呀 他是想告诉母亲 虽然没有吃到家里的肉 但外面的肉自己可没少吃 崔氏被说笑了 摸了摸他的头 而啊 是为娘让你受委屈了 郑伯 名叫郑忠良 施桥伟正的好友 以前时不时的会接济 他们先列来的野位 自崔氏带着成动改嫁后 就没来往过 半年后的一天 他在山脚下遇到正在捡柴河的成动 看见孩子很是瘦弱 叹了一口气 故意说要教成动捕猎 实则每回出去 都拿东西给成动吃 有两回 成动拿了烤野兔回来 想给崔氏和原家父子尝尝 哪只袁大龙硬是抢走藏起来 一人吃的精光 连点肉墨蟹也没给别人留 事后 崔氏叮嘱成动 别再拿这些吃食回来了 倒不是故忌被袁大龙全吃了 而是郑忠良家里 也有两个半大的男孩 再说不猎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会次次都有猎物 郑家的孩子也需要这些食物 郑忠良是个好人 有时会把自己抓到的猎物给成动 成动得了一回后 就不肯再要了 他自己想尽办法去抓 抓到了就拿去集市上换钱 没抓到 就设法去和李抓点核仙什么的 好在他人很机灵 每回出去 总能带点什么东西回来 乔成动懂事的继续劝导着母亲 袁叔是没有办法将一碗水端平的 哪家做父母的 不疼爱自己的亲儿呢 他年纪虽小 说的话挺在理 虽是没有先前那么伤心了 跟儿子聊起了家常 成动在屋里说的这些话 袁明躲在外面听了个一清二楚 他心里有些惭愧 自己实不如这个九岁的孩子 以后再遇上袁大龙欺负成动 他会公平地说几句 只是 袁大龙的性子已经养成 并不肯听父亲的话 在催世母子的忍让之下 日子就这么平静地慢慢过了下来 成动在木工活这方面 好似很有天赋 没人教他 自己拿个锤子 就能把坏了的桌椅修得平平整整 邻居请他去帮忙修理自家的东西 成动从不拒绝 乐呵呵地照样把活儿做得很好 郑忠良知道后 在他十二岁那年 经过催世的同意 把他领去了一个老木匠家里 老木匠名叫江炳成 是远近文明的能工巧匠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还是乔伟正的师父 见成动小小年纪就很聪明稳重 本打算携手的江炳成 当即决定收他为关门弟子 成动很珍惜这次机会 师父教的耐心 他已学的用心 江炳成心中对他很是喜欢 把他当成亲孙子般对待 隔壁有个私塾 每天早上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成动听到了 心里非常羡慕 江炳成察觉后 就送他去那里念书 跟他说 一个好的木匠 也需要十字懂算术的 你要好好地学 师父 我一定会的 成动听话地答应了 私塾的夫子姓朱 常年得江家的照顾 故不好意思收树修 成动就这么在私塾里带了下来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成动在读书方面也很有天赋 江炳成很高兴 决定好好地供养他读书 对别人的小孩如此上心 这种行为 并没有引来江炳成家人的不满 相反 他四个早已成了家的儿子 都很支持 他们跟乔伟正也熟识 关系很好 四兄弟商议 每家轮流出些钱给父亲 让他帮助成动 郑忠良知晓后 来江家串门的次数更多了 时不时地拿些打来的野味 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有个想法 那就是把乔伟正唯一的血脉照顾好 成动得到的这种金元 让袁明很羡慕 他窜过崔氏 你去跟江炳成说说 让他也收大龙为徒吧 崔氏没有答应 江师傅帮成动 完全是看在他父亲的面上 我不好再要求别人做什么 人家帮你是情分 不帮你是本分 千万不能把别人对自己的帮助 当成是理所当然 尽蓄所取 崔氏说得在理 只是袁明却不理解 从此把此事记恨在心里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 袁大龙18岁了 袁明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是农户正三牛的大女儿顺英 成亲需要很大一笔费用 袁明想省钱 就叫成栋替家里打几样家具 成栋没有拒绝 一口答应下来 他这几年一边读书 一边跟着江师傅学木工火 手艺算不上很精湛 但做出来的东西还能说得过去 到诸夫子那儿请了假 紧敢慢敢终于把东西做成 袁大龙却嫌他做事拖拉 影响了自己婚期 成栋笑笑 没与他计较 收拾好工具赶回私塾读书 郑顺英相貌长得好看 袁大龙喜欢得不行 妻子说的话 他必是言听计从 崔氏是继母 郑顺英对他不算尊重 才进门一个月 就对他各种不满 明里暗里的嘲讽 袁明看在眼里 知道其实并不是崔氏的错 但不想让袁大龙不高兴 就当做没听见 有回崔氏受不住气 跟袁明抱怨 袁明冷冷地说道 当年我想让大龙跟江炳成学门手艺 你不肯答应 既然你不再见他 如今他媳妇自然也不再见你 崔氏气得把眼泪往肚子里吞 这样的日子过下去 想想都可怕 对于母亲在袁家的处境 成栋都看在眼里 心里很着急 但一时又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郑三牛是个精于算计 且很抠门的人 知道女儿婚房里的新家具 是成栋做的后 就跟袁明说 让成栋也上他家去打几样家具 袁明没跟崔氏商量 就满口答应下来 特意跑去私塾找成栋 让他赶紧到正家去做事 成栋很为难 木工活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 而且前面帮袁大龙打家具 已经耽搁了好些天 袁明威胁他 要让你母亲在袁家好过 最好不要得罪正家的人 这话确实拿捏住了成栋 他想到母亲的难处 无奈地答应下来 又跟诸夫子请了假 赶去正家帮忙 成栋做事仔细 为人又知书达理 郑三牛夫妇对他很满意 在他干完活回去后 郑三牛又上袁家门了 他跟袁明说 自己相中了成栋 要把小女儿邱英嫁给他 非但可以不收彩礼 而且还送跟顺英一样多的嫁妆 两姐妹都嫁到你们袁家 这可是亲上加亲的事情 他们小辈轴力间和睦相处 家中就不会有吵闹 你老袁的日子也能过得十分舒坦 袁明听正三牛这么说 觉得很有道理 他对于成栋取谁 本来就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跟崔氏把事情说了 他倒是很犹豫 这么大的事情 还是得问问成栋的意见 见他没有立即答应 袁明很不高兴 人家正家能瞧上成栋 且不收彩礼钱 算是很看得起你们了 这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再说 大龙成亲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你以为我还拿得出成栋成亲的钱吗 崔氏听了 心里只觉得憋屈 没有说话 见他不应声 袁明皱眉说道 你们母子自个儿商量去吧 不同意 就都别在袁家带了 扔下这句话 他愤然离去 崔氏气得发抖 从头到脚 只觉得冰凉 自袁大龙说好了亲事 他不知接了多少针线活 没日没夜的赶工 就为了多挣点钱 好让袁家支办东西 手头能宽裕些 到了成栋成亲 袁明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怎么不让他寒心彻骨 崔氏心里很清楚 表面上看似老实的袁明 实则就像一条唯不熟的狼 极度的自私 自己无论再怎么做 在他这里都讨不到半分的好 成栋对于这门亲事 是非常不愿意的 并不是因为在郑家卫看到 邱英长相如何 而是他觉得郑顺英不尊重崔氏 他父母又是太过于计较的人 这样一个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 脾性如何 可想而知 崔氏倒是不计较儿媳妇 对自己态度如何 他单纯地想 只要娶回来的姑娘 能对成栋好就行 而啊 女元叔说的话固然不好听 但他没有说错 我们确实拿不出钱 去别的姑娘家下聘礼 最后半句他几乎是哽咽着说完 心中有强烈的无力感 成栋见了 心里也有些难受 宽慰母亲 那我就娶吧 怎样都是过日子 娶谁都一样 这便答应下来了 郑三牛家非常高兴 问崔氏要了成栋的生辰八字 主动去找人算出成亲的良辰吉日 要求尽快成亲 本是男方家里做的事 他与女方家里全懒得去 日子很快定了下来 就在三天后 成栋成亲 原家并未为他准备什么 因他常年住在江家 所以新房是腾出来的一个杂物间 里面放了几样旧家具 就这样的条件 郑三牛却没有一点嫌弃 崔氏心里非常奇怪 是出反常必有妖 他心里虽疑惑 可嘴里并没有说出来 郑中良和江炳成等人 对成栋这么快成亲 都感到很惊讶 但既然这是崔氏决定的事 他们也不好干涉 到了吃酒席的这日 江炳成看着一身喜福的成栋 有些感慨 当年伪正成亲 我也是去吃了喜酒的 郑中良犹豫着 像是有话要说 但又不好说的样子 成栋以为 他们定是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才会有些感伤 没再往别处想 赶紧领着他们坐到席位上 拜堂时 妻娘邱英一直不肯出来 郑顺英解释 她妹妹极为害羞 不如就将成亲缓解简单化 等成栋直接入洞房好了 哪有成亲不拜高堂 就直接入洞房的李儿 崔氏心里越来越疑惑 圆明把手一挥 做主道 就按顺英说的做 成栋 你去给客人敬酒 今日来的大多是原家的宾客 既然是圆明请来的 就有不少人向着他说话 嚷着让新郎官赶紧去敬酒 成栋看了看母亲 那一脸为难的样子 没有说话 默默拿着酒杯走去宾客那里 其后 在一群人的起哄下 成栋准备进入洞房 房门打开还为将脚踏进去 一只黑猫扑到他面前 撕扯着他的喜福 人们背下了一跳 纷纷找东西要打这只猫 成栋赶忙拦住 别打别打 这是我养的 黑猫本是一只野猫 馋子时 他躲进了原家 郑顺英瞧见了 很是嫌弃 挥舞着竹竿狠命打在他身上 黑猫为了护住小猫仔 就没有躲开 奄奄一心时 正好成栋回来看望母亲 将他救下 连着新生的猫仔一起 带回了江家 以后 这只黑猫就喜欢跟在成栋后面了 走哪根呢 成栋今天身上穿着的喜福 是从袁大龙那里借来的 扯坏了可是要赔的 他蹲下身 好言好语地跟猫说 大黑 别扯我衣裳了 快去母亲那儿 他那里有好吃的 黑猫不理 仍是扯着他的衣裳 往洞房的反方向拉 成栋明白他的意思 这是叫自己不要进洞房 心中苦笑 就连黑猫也不赞成这场婚事 可他没有办法 自己成家 是母亲心中的一桩大事 早早了结掉 他心里会舒服些 伸手拍了拍黑猫的脑袋 放开吧 我要进去了 这会儿黑猫不仅用爪子扯他的衣裳 就连牙齿也用上了 成栋怎么炫 他也不听 气氛还是挺尴尬的 围观的人群中 有人开玩笑道 这猫想必是没有吃到酒 生气了 要来向你讨一杯呢 喝什么酒 分明是来捣乱的 郑顺英拎着一把大火钳 气势汹汹地过来 仰手就要朝黑猫的脑袋打去 这要是打中了 黑猫的命非得去掉半条 成栋赶紧拦住 嫂嫂 万万使不得 他在跟我闹着玩 前面开玩笑的那人也说 是啊 哪有大喜之日见血的 还不赶紧将火钱放下 郑顺英皱着没说到 进洞房的好时辰是高人算好了的 再不进 这时辰就快过了 元明父子也过来了 不停催促着成栋 还啰嗦什么 赶紧进去 这些人催促得这么紧 让成栋很是有些不解 他弯腰将黑猫抱起 准备带他一起入洞房 就在这时 身后有人大喊 成栋 你不能进去 众人一惊 回头望去 原来 是催氏赶来了 他急步走到成栋跟前 将他身上的喜福除去 扔在地上 这钦诚不得 元明急了 上前推丧他 你在这撒什么眼 成栋见他动手打母亲 生气了 上前隔开他俩 元叔 有话好好说 崔氏很激动 指着元明大声说道 郑丘英分明是一个傻子 你们这是想把我儿王火炕里推啊 这话一出 不仅成栋 还有一些宾客 全都大吃一惊 郑顺英心里一惊 骂道 疯婆子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妹妹岂是你能诬陷的 一个做儿媳妇的人 竟敢出言这么骂婆婆 令兵客们大吃一惊 而作为一家之主的元明浑然不绝 拖开成栋 就要动手打催事 胡言乱语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贱婆娘 成栋生气了 将手张开 护住自己的母亲 冷冷地说道 郑丘英此时就在屋里 她是不是傻子 你们把她拉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不就知道了吗 她深信 母亲绝对不会 无缘无故地去说一个人 郑家和袁家这么心急 一定是有原因的 郑顺英没动 袁明也没动 他们不敢把郑丘英拉出来 她真是个傻子 而且一受刺激就会发颠 今天这心 你成也得成 不成也得成 由不得你 袁大龙骂骂咧咧地上前 揪住成栋的衣领 挥起拳头就要打 长年以来 成栋的退让 让她以为成栋软弱好欺负 哪只成栋抬起手臂 就这么一挡一推 就让袁大龙摔在地上 差点来了个狗吃时 袁大龙恼羞成怒 抢过郑顺英手中的火钱 实力打向成栋 崔氏惊叫一声 想要挡住儿子 就在这当儿 成栋拉开母亲 身体往旁边闪躲了一下 身腿踹向袁大龙的膝盖 这回 袁大龙真的脸朝地摔去 鼻子脸上都是血 袁明急了 抬手要打成栋 成栋是不敢打长辈 只能挨打 还好郑忠良和江炳成在一旁 袁明手快地拦住了他 袁家的宾客 见袁明一家要吃亏 主动上前要帮忙 有人想做何事了 今天是大喜之日 何必要闹得动静这么大 成栋啊 酒宴已经吃过 这亲就算成了 你还是赶紧入洞房吧 新许新娘子 未必如你母亲说的那样 成栋摇摇头 新娘并未与我拜堂 这亲怎能做数 郑顺英急了 我妹妹的名声已经被你毁了 你让她以后如何嫁人 当初若不是你们同意 我爹娘怎会把她嫁进来 现在你们想毁婚了 没门 崔氏争辩道 你父亲说亲时 并未把邱英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 一旁的袁明英策策地说道 你想抵赖 郑三牛可是把邱英的情况 跟我说得清清楚楚 我也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你听了 现在你想毁婚 就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她给人的感觉一向是老实本分的 老实人说话 很多人就信了 纷纷指责崔氏出尔反尔 你自己也是女人 怎么能做出毁人名声的事情呢 邱英虽然是个傻子 但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家呀 根本不是这样的 崔氏就差没气地吐血 圆明这么如此阴险 是她始料未及的 现在她真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成栋看着圆明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笑了笑 说道 这哪家人成亲 不是有三叔六礼的 我们连张文书都没有 这还能算成亲吗 文书 后面会补的 圆明回答的结结巴巴 同时看了郑顺英一眼 后者会议 连忙说道 对 因为吉日就是今天 不想错过 才没来得及去办文书 承重点了点头 说话的语气尽量平和 郑家阿伯想把邱英嫁给我 无非是想为她寻求一方保护 因为嫂嫂嫁来了原家 郑阿伯觉得 邱英再嫁来 有她亲姐姐护着 定是不会吃亏 父母为女儿做长缘打算 这本是人之长情 这番话说得在情在理 郑顺英没有作声 接着 承重的目光转向圆明 可圆叔为何这么急着 要我娶邱英呢 难道您同样也是为她着想吗 圆明的脸色变了 强撑着说了句 我当然也是为她着想 承重淡淡地笑了笑 我在原家住了这么些年 一直把您当长辈尊重时候 而郑秋英从未来原家住过一日 也从未给您端过一碗饭 您却能为她处处着想 说到这里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 话语里尽是无奈 以前大家都说 您带我这几子有二心 我还不信 现在是真信了 圆明发现入了她的套 急忙骂道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看我不长你的嘴 做事扑上来要打人 但一旁的郑忠良把她看得死紧 她一动 郑忠良就立即扯住她 有话好好说 何必动手 郑忠良常年打猎 手劲很大 而且她的面色很难看 圆明知道她与成栋的关系 不敢贸然动手 这时 成栋又说道 圆叔 您的打算 不过是郑家两姐妹都嫁到圆家来 那么郑家的家财也就归了圆家 您这算盘真是打得妙啊 不服您都不行 郑顺英的脸色变了 但仍是没有作声 成栋是想离间她和圆明关系的 省得她俩连成一条战线 但郑顺英真是个狠人 她认为 就算娘家的家财全到了圆家 妹妹是个傻子 这家人有权听自己的 那最后钱财 还是能被自己掌握在手里 所以 她虽然对圆明的心机反感 但还没到撕破脸皮的地步 圆明生怕成栋 还会再说些什么不合适的话出来 拼命跟圆大龙使眼色 希望她上前阻止成栋 圆大龙弄懂了父亲的意思 又想对成栋动动手 但她挺犹豫的 想到前面吃得亏 知道自己不是她的对手 就有些畏缩不前了 成栋把这些看在眼里 心底里有些瞧不起这对父子 前几日我听人说 大龙哥在春香院 为一位较云柔的女子赎身 可人才出来 就转而跟别的男人跑了 这说起来 大龙哥算是人才两空了 你给我闭嘴 圆大龙开始咆哮起来 欲冲上去打成栋 今日 江炳城的四个儿子也来喝喜酒了 其中两个拖住圆大龙 不让他上前打人 圆明也在拼命挣扎 想冲过去堵住成栋的嘴 无奈郑忠良的首相把铁钱 把他抓得紧紧的 动弹不得 郑顺英惊疑地看着圆大龙 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嫁过来才没多久 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做出此等事 他是想象不到的 见他虽怒火腾腾 却还是有些犹豫 成栋决定再往里面加把柴 袁叔一直说家里所有的钱 都给大龙哥娶媳妇用了 到我成亲时 他是万万不可能再出钱的 可我就纳闷了 大龙哥为云柔熟生的钱 是从哪里来的呢 瞧成栋 你给我闭嘴 袁大龙的面色此时灰败得很 他对着成栋大吼大叫 郑顺英先是呆呆地看着他 然后惊叫一声 转身拨拉开人群 往外跑去 成栋心里一阵冷笑 人就是这样 触及他自身利益了 才会开始着急 没过多久 郑顺英又回来了 上前对着袁大龙大打出手 在他冲过来时 江家兄弟就很失去地松手 及时退到一旁 郑顺英边打边骂 你还算是个人吗 我陪嫁的手势 全都被你偷光了 人们被这场闹剧惊呆了 看着郑顺英狂打袁大龙 竟无一人上前阻拦 起见袁大龙还忍了几下 但众目睽睽之下 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反手就给了郑顺英一个耳光 你进我袁家的门 嫁妆就属于我家的 我怎么就用不得了 他这点确实没有说错 在当朝 女子对自己的嫁妆 几乎没有支配权 权力主要是在公爹夫家的手上 但郑顺英可不是好热的 与袁大龙一样 吃不得半点亏 他低头寻找之前用来打猫的火钱 捡起来使力往丈夫身上抽去 袁大龙受不了痛 与妻子扭打在一起 洞房内传来尖叫声 接着有个穿着喜服的女子冲出来 对着袁大龙又抓又咬又踢 有疯病的郑秋英受不得刺激 现在完全发颠病了 失去了理智的人 蛮力都是非常的大 袁大龙在两姐妹的围攻之下 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头发散了 衣服破了 脸也被抓花了 现场一片大乱 袁家的宾客里 有位长辈本能地想拉开他们 裁车的手一脚就被人拉了拉 这事 袁家父子可不站立 做得真不地道 哎 这位长辈叹了一口气 甩袖而去 他一走 现场的人也陆续离去 没热心人来脱嫁 最后 只有袁明上前帮忙袁大龙 但凡被郑秋英狂打 成栋没有看完这场闹剧 就带着母亲离开了袁家 这回 崔氏下定了决心 就算是露宿街头 也好过于卑微地在这里生活 母子二人的难处 江炳成看在眼里 跟成栋说 带你母亲回江家吧 伟政和你都是我的徒弟 算起来 早就成一家人了 师父 成栋很感激 跪下给江炳成磕头 不过 母子俩在江家没住两天 乔家的人就找上门来了 是乔伟政的书伯兄弟 当年崔氏改嫁时 收走房子的人 他跟崔氏说 你决定改嫁 我们不好阻拦 把房屋收走 并不是要占有他 而是怕被袁明得了去 成栋是乔家的人 房子本就是为他所留 如今你们从袁家出来了 那么房子也该物归原主了 崔氏很惊喜 起身失礼 多谢你们 他摆了摆手 继续说道 组长让我带句话 伪正在事实 我们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没道理在他走后 看着他儿子有难处不管 今后你们有什么事 需要组里帮忙 尽管来说 这话说到崔氏心坎里去了 何元明的事还没有最后了结 他很怕他会带人来报复 不 连忙再一次失礼道谢 成栋和母亲回家了 回到当初出生有着和父亲最温暖回忆的家 里面的物品一如当年他们离去时那样 摆放得整整齐齐 上面没有灰尘 显然被人事先打扫过 母子俩百感交集 这么些年兜兜转转的 最后又回到了这里 将衣裳等物收拾放好 崔氏向成栋问出心里的疑惑 你是怎么知道元明贪图挣家钱财的 元大龙事情是真的吗 成栋笑了笑 他今日走了一招险棋 还真给蒙对了 元大龙的事情 我只是恰巧听说了而已 起初做不得准 后来见他们父子 催促我入洞房那么急 而你又来告知郑秋英有疯病 我就很肯定那是是真的了 他们想尽快把生米做成熟饭 那样的话 好心安理得的支配郑秋英的嫁妆 元家父子的算盘打得很精 郑家就两个女儿 没有侄二争抢家财 那么最后都是要归到元家来的 接着 他奇怪地问崔氏 母亲 您是怎么知道郑秋英有疯病的呢 崔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用手揉着额头 怪我糊涂 没有想到元明父子的用心 竟然险恶到如此地步 他们把真相瞒得很紧 在我面前一句口风也没路 还得感谢你郑伯 是他把事情告诉我 我才知晓的 原来 郑忠良跟郑三才有点亲戚关系 知道郑家有这么一个疯女儿 对于成栋要娶此女的事 他感到很疑惑 问成栋是真的吗 成栋告诉他 这是母亲的意思 既然是崔氏决定的事 郑忠良觉得自己不好干涉 后来成栋离席 往栋房而去 崔氏为了感谢他和江家多年来 给成栋的照顾 特意过来敬杯酒 郑忠良终于忍不住了 问崔氏 你既然那么爱自己的儿子 为何要让他娶一个疯女人 崔氏大惊 这才明白自己上了 元明合政三才的当 当即扔了酒杯 赶紧去阻止成栋 莫了 崔氏有些庆幸 要不是那只猫拖住你等我过来 说不准这是还真碎了元明父子的意 感激的抬眼看了看门口的黑猫 说道 他可是帮了你大忙 成栋深以为然 笑着点了点头 似是有所感应 黑猫对着屋子里的人喵了一声 然后闲闲的带着小猫们 去院子里散步了 元明还未来得及 找崔氏母子的麻烦 就被官府的牙医抓去了 元家发生的事情 在县里传得沸沸扬扬 很快就传到了县令耳朵里 崔氏是元大龙的继母 同样是他的长辈 元大龙非但不孝敬 还纵容妻子当众辱骂公婆 儿童为长辈的元明 本应对此行为进行阻止 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与晚辈一起 对妻子进行打骂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弯 元明不能教导好自己的晚辈 那么就由有对本县县民 进行教化职责的县令来管教 元家父子还有郑顺英 各被罚了三十大板 同时崔氏地上壮旨 请求县令准许他和元明合理 县令思索片刻准许了 令人为他办理了合理文书 从此崔氏和元明无夫妻关系 这场闹事终算是告终了 后继乔成栋在众人的相邦下 边读书边做事 后来陶仲三甲第一名 四同进士出身 在地方上任职 为官清明 造福一方百姓 他一生做过许多善事 帮助过不少的人 对子孙的教导 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爱出者爱反 服王者服来 他说 我年少时 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帮助 并不是在于我自身有多好 而是我父亲做的善事 为我带来了果报 凡事有因果 天道有轮回 用爱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回之以爱 把福报送给别人 同样也会收获福报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